种隔肿瘤是指在种隔区域生长的肿瘤 可以是良性也可以是热性 其中胸腺瘤 肌胎瘤和神经原性肿瘤 是比较常见的良性种隔肿瘤 这些肿瘤通常不会发生转移 生长缓慢 对患者的生活影响较小 然而有些种隔肿瘤 却是癌症转移的结果 例如肺癌 肢脊管癌 胃癌 食管癌和乳腺癌等 都有可能转移到种隔区域 形成恶性种隔肿瘤 这些肿瘤具有较高的转移风险 生长迅速 对患者的生命威胁较大 为了准确诊断种隔肿瘤的性质 医生通常会建议进行X线或CT检查 这些影像学检查 能够帮助医生观察肿瘤的大小 位置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联 从而为后续的治疗提供依据 一旦确诊为恶性种隔肿瘤 手术切除 通常是首选的治疗方法 手术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切除肿瘤 以减少其对患者生命的影响 在手术之后 患者还可能需要进行放疗或化疗 以进一步杀死残留的癌细胞 降低复发的风险 总之 虽然种隔肿瘤并不等同于癌症 但恶性种隔肿瘤 确实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因此 一旦发现有种隔肿瘤的症状 应尽快就医 并接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感谢观看